泰国公开赛首轮 国语混双组合 卢凯沉露遇到了日本的冬野 游沙渡边涌大 双方敖战50分钟 经过三局对决分出胜负 国语组合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连班两局 大比分2比1战胜了这对日本组合 取得开门红 卢凯自从与黄雅琼拆分之后 便一直陷入不稳定期 曾与曹同威周超敏 汤金华等人有过搭档 不过成绩均不理想 最近二战赛事 卢凯搭档小将陈禄军闯进混双八强 算是在拆分之后 成绩比较稳定的一组搭配了 日本的东渡组合实力绝对不弱 在今年的全英赛上 两人暴冷击败了 国语的郑思维黄雅琼 拿到了混双冠军 一炮而红 在之后的比赛中 亚锦赛两人 止步16强 马来西亚公开赛两人 闯进4强 半决赛不敌国语的王毅律 黄东平 在之后的印尼公开赛上 两人闯进8强 遭遇国语的郑思维 黄雅琼复仇 在今天的比赛中 首局中日双方 互相胶着至9平 之后国语组合 连得2分以11-9 率先进入局限 不过优势并未保持太久 在14-12领先时 便被日本组合连追4分反超 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 国语组合再次将比分追平 无奈日本组合死死压制 国语以18-21先丢第一局 第二局 日本组合以5-1开局占优 之后国语组合将比分追至4比50 再次被对方拉开 此后日本组合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很快比分便被拉开至19-14 国语组合落后5分 几乎要丢掉比赛 关键时刻 卢凯沉露两人奋起反攻 连得4分将比分追进 在日本组合以20-18拿到赛点时 国语组合连追4分 以22-20逆转比赛 扳回一局 决胜局 国语组合打出状态和信心 从一开始便取得领先 而中度组合却失误连连 国语组合在7-5领先时连得3分 将分差扩大成5分 之后又抓住机会 再次将分差扩大至16-10 尽管日本组合尽力追分 却一直受限于国语 分差并未被缩小 卢凯沉露已21-16结束比赛 卢凯沉露在先输一局时 完美逆转 尤其是在第二局最终阶段 两人在关键分点上落后5分时 能上演逆转 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相信卢凯通过此战之后 会信心大增 在之后的比赛中 也会越战越勇 加油 加油